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完口语翻首语 首语翻口语 还有口首语双向沟通翻译连闯三观 黄祥恩说今年的试题很生活化 第三站有他的考题蛮生活化的 就是多去接触龙人的生活吧 希望未来能够成为首艺员 才学首语一年多的黄祥恩和老婆孙伟英一起来报考 不过他们考这一趟试很辛苦 因为家住花莲东部没有设考场 要千里迢迢北上来考试 就进考试 像我们要来考试 昨天晚上就先搭车过来 然后住一晚 因为一大早就要这样赶上来 太累了 希望未来东部能够增设考场之外 对行政院楼委会中部办公室 这个月即将开会讨论 确认首预认证的分级制 以及认证渴望在明年上路 考生也很期待 我觉得很好啊 能够分细一点的话 对其他的 就是对龙人也蛮有帮助的 很好啊 就是更进一步的认定啊 年仅18岁的吴耀天 因为父母都是龙人 他说首语是他的母语 不过还是希望透过认证 来证明他的首语能力 今年总共有149个人报考 中部和南部都是一天考完 北区考生因为比较多 要分成三个梯次 下周六日还有两场 而最后录取名单 将由中部办公室统一公布 记者程修林王新忠台北报道 头条新闻来看 中华队虽然在经典赛止步八强 但这一次比赛精彩的表现 让国人印象深刻 不过比赛结束后 球员昨天反台 反国的航班不断要分成13批 连落地机场都分成桃园和松山 有球迷愤怒又心痛 质疑没有善待为国奋战的选手 手拿着鲜花和标语 写的都是辛苦了我爱你 中华队球员今天起分批反国 球迷发动接机 要让球员感受温暖 金典赛结束旅美旅日的球员回美国或日本 中职球员分13批从成田雨田机场回国 连落地机场都分成桃园和松山 今天清早到台北的郑达红更是清晨四点半就从饭店出发 有球迷愤怒不舍球员被打散还连夜奔波 中午反国的总教练谢长亨成亲 回国都是按主办单位的规划 这次中华队已经将实力发挥到极致 再强的球队都不可能完整 好像都会缺一个人 包括杨基也会 世界的最强的队伍都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要把这个谷有可能那边又有漏洞 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的我们都已经认定的状况 最好的表现我觉得就好了 就把它发挥最大的力量 这样就可以了 亲自到桃园接机的教育部长蒋伟明则说 会让中华队适用国光奖金 不会让球员的辛苦白费 国光奖章原来有世界杯 就是用原来世界杯 因为现在也不办了 经典赛未来就取代世界杯 用世界杯的原来的规模来做处理 前两届经典赛 台湾都是预赛就出局 今年从资格赛打费菲律宾纽西兰晋级 会内赛首轮打败澳洲荷兰 对韩国虽然一分落败 却把上届亚军韩国淘汰出局 第二轮硬是把上届冠军日本队 逼到第十局才以一分落败 这球出手中间方向被拦住 封杀盖道一雷 这是一个double play 虽然对古巴以零比14倍玩风 但是直步八强已经是史上最佳成绩 不止台中三场预赛 都吸引超过两万观众 转播收视率更是屡创新高 也带动运彩的销售 经典赛虽然落败 但中华队找回了观众 也再度唤起台湾球迷的热情 记者综合报道 309飞河大游行 上周六在北中南东登场 警方统计有六万多人走上街头 而民间团体则是估计超过二十万人 而在叶树凯道之后 昨天返和的民众一起在总统府前 举行了特别的升旗典礼 不过他们升的是返和旗 飞和行动也可以充满健康活力 上午总统府前 昨晚夜送台道 与一早来会合的民众 开始跟着台上老师 先来段反和操 将飞和理念融入体操 边跳边加强飞和家园信念 紧接着升旗典礼开始 反和民众在凯道抬起巨大的反和旗 宣誓反和不要再有下一个辅导 核电归零 核电归零 奉结核四 公民自主参与309费和大游行 在北中南东登场 警方估计有六万多人参与 环保团体则估算已经超过二十二万人 对于总统马英九与行政院 强调愿意倾听民意 确保核子安全才运转的说辞 环保团体批评了无心意 继续用这样子充满政治算计的鸟龙空投 来回应我们对于非和家园的坚持 我相信这场空投会带给他一场政治核报 最后由导演柯一正等艺文界人士 发动民众排成大大的人字 再次以行动艺术重申反和决心 并展开反和456的长期抗战 也就是将在每周五晚上六点 集结在自由广场 继续推动废核理念 告诉政府这波游行不是结束 而是更多抗争行动的开始 记者的你们徐启峰台北报道 社会开始出现反和四的声音是1985年政府宣布要兴建和四 走过近28个年头和四还没有完工 反和运动也继续下去 早年反和与党外运动结合 让他充满政治色彩 而后民进党执政宣布停建又续建 一度让运动走入谷底 两年前福岛核灾则再一次让反和力量重启 这一次民间团体与政党保持距离 要走出一条公民运动的路 也许是白色洋伞 也许是反和旗 不管拿什么信物 309费荷大游行 出现各行各业与更多年轻连孔反和 民众在脸书分享讯息呼喉眼伴 很多人献出了第一次 这是我第一次来参与反和游行 去看昨天那么多人上节 然后今天首页还有那么多人留在这里 就觉得对这真的是一个公民的议题 反和四的声听从1985年 政府宣布和四新建出现 1987年环保联盟成立 与党外力量结合 反和运动从此充满泛绿色彩 2000年民间党执政宣布和四停建 却被立法院推翻和四必须续建 让奋战多年的共僚居民失望透顶 也让反和力道渐渐消散 一直到2011年311福岛核灾 反和才起死回生 成了人人关注的安全议题 整个台湾的人的改变 我们相当的高兴 但是真的我们讲的比较心酸的话 其实这些是日本的牺牲 造就这一次反而台湾的奇迹 这次民间团体原本预估大约三万人参加游行 结果来了七倍的人数超过22万人 十六位极致于环保团体认为 两年来英文界人士与各个团体不断关心倡导 慢慢蓄积民间力量 并谨慎与政党保持距离 终于把反和推向超越蓝绿的公民运动 所以我们再次非常的希望政治人物能够退位 然后不要有任务的算数进来 然后我们希望让更多民众了解这个议题 而不是用政治标签来标签自己的立场 没有政党旗帜 只有反和旗 不必政治动员 公民自发参与 历经近28年 核四一波多折还没盖成 起起落落的反和运动 重整力量遍地开花 一路走来见证着台湾社会的民主转型 滋养出公民社会的渐渐茁壮 记者林静北 徐启峰 谢启文 台北报导